袁文生在2018年1月 因為發表修憲公民建議書 暢以修憲改革被捕 3個月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案件在去年5月 在無知會家屬的情況下被密開審 她的太太許燕說 星期三早上收到江蘇徐州市檢察院的電話 說袁文生被判4年有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3年 據她了解 袁文生堅持自己無罪 並且已經提出上訴 許燕說當局在開庭前 並沒有通知家屬和袁文生的辯護律師 質疑是公然違法和妨礙公眾知情權 她認為丈夫的判判比其他709律師更加重 就算勝算不大也好 仍然支持丈夫上訴 以此表達不滿和聲援丈夫 但是她現在又有點得不到外界的聲援 呼籲 這個是她的處境現在會孤立無援 但是我一直在堅持 就是沒用 我也要告訴她們 她們是錯的 我是不服的 我要求她們糾正 要求她們監督 自從袁文生被捕之後 許燕和他的律師一直未獲准會見 目前身在北京的許燕說 鑑於北京疫情嚴峻 未知可不可以離開北京 但希望這一兩天內 出發去到徐州見丈夫 和當面隨得判決書 袁文生在2015年 709大抓捕事件之後 曾經為多個被捕律師辯護 在2018年被註銷律師證